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咦 每瓶汽水有六百毫升 二瓶汽水平分给四个人 每人分到多少毫升 简单啊 先算二瓶汽水 共有多少毫升 六百乘以二是一千二百 再算一个人可以分到多少毫升 一千二百除以四等于三百 每人分到三百毫升 没错 我们也可以将两个算式合并乘一个算式哦 并乘六百乘以二除以四 先算六百乘以二是一千二百 用等号记下来 还没算到的除以四记下来 再算一千二百除以四得到三百 我知道了 计算石也是由左而右 一步步用等号记下来 最后得到答案 例题一 一包糖果有三十颗 老师买了八包 平分给四十位小朋友 每位小朋友可以分到几颗糖果 用一个算式记录并计算出答案 我知道这题需要两个步骤才能解决 先算糖果总共多少颗 再算平分给四十位小朋友 每人分到几颗 用一个算式可以记成三十乘以八 再除以四十 由左而右算 先算三十乘以八 是二百四十 还没算的除以四十记下来 再算二百四十除以四十得到六 每人拿到六颗糖果 妈妈 你想要烤饼干给大家吃吗 对呀 妈妈做了六十个饼干面团 但是烤箱无法一次烤完 你们帮妈妈想一想 需要分几次烤 一个烤盘可以放十个饼干 烤箱一次可以放二盘 六十个饼干需要几次才能烤完 我想想 一盘有十个饼干 先算六十个饼干需要几个烤盘 六十除以十是六 一次可以烤二盘 再算六盘要分几次烤 六除以二等于三 需要三次才能烤完 妈妈 我们帮你算出来了 要分三次烤 谢谢你们 那我来开始烤饼干了 狐狸猫 刚刚黎黎的想法 你可以用一个算式记录吗 我知道 可以写成六十除以十除以二 由左而右算 所以先算六十除以十等于六 再算六除以二等于三 狐狸猫总是能举一反三 真厉害 我还有不同的想法 一个烤盘有十个饼干 一次可以烤二盘 我先算烤箱一次可以烤多少个饼干 十乘以二等于二十 一次可以烤二十个 再算六十个饼干要分几次烤 六十除以二十等于三 烤三次才能烤完 小树蛙 用一个算式要如何记录呢 先算十乘以二再算六十除以二十 二十是十乘以二的结果 所以六十要写在算式前面 我知道六十除以十再乘以二 由左而右算 先算的是六十除以十 不对啊 我要先算的是十乘以二 因为十乘以二要先算 先算的部分要加上括号 原来如此 但是要怎么把计算过程记录下来呢 括号的部分要先算 将还没有算的六十除以先记下来 十乘以二等于二十 把二十记下来 再算六十除以二十等于三 哦 这样答案才会正确 妈妈饼干也烤好了 大家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在乘除混合的算式中 一 有括号时就先算括号的部分 二 没有括号时就有左而右一步一步算 哦 这个是什么 我连到桃子里面 在买到桃子里面 在买到桃子里面 我连到桃子里面 在买到桃子里面 感谢观看